家住北京北院的邵先生是一位性格随和的人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喜欢喝喝茶 但最让他觉得舒服气的事 还是呼朋饮伴一起喝上几杯酒 大家趁着酒性聊聊彼此的工作和生活 而最近几年 邵先生时常觉得有时候喝完酒 即使身体充分的休息了 第二天也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有的时候会觉得脖子比较疼 尤其是颈椎这个部位 当时也怀疑过是不是喝着假酒了 但是仔细一回想也不应该 毕竟都是从正规区道买的酒 不可能是假酒 虽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样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出现过很多次 发现了问题 邵先生开始有意识地患着不同品种的酒喝 红酒 白酒 啤酒 各种酒都尝试过后 邵先生觉得自己身体的不舒服 和酒的种类品牌都没有关系 那会不会是邵先生喝得太多了呢 其实我喝得还可以 也不是说每次都喝得特别多 有时候就是朋友在一起 简单地小酌一下 喝得也不是说很过量 当然喝得稍微多一点的次数也有 这个好像跟喝多喝少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这奇特的酒后不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邵先生在一次偶然上网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帖子 酒后错误休息姿势会夺命 一直以来困扰着他的问题 会不会也是因为酒后休息姿势不断引起的呢 因为有的时候回来吧 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坐着 躺着 窝着 都有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是正常地洗洗上床 就那样睡 睡过去了 早上起来之后呢 颈椎还是会疼 似乎跟姿势啊 还有跟在哪睡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其实喝酒后 睡觉的姿势不光是邵先生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在意 平常喝多 懵了 谁注意姿势 躺着就睡了 喝酒之后 没有 很随意的 喝酒之后反正就是 如果喝多了的话 回去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断片了 你要是喝了酒了 回去还是就正常睡 喝完酒肯定不舒服 但是你说有时候特别不舒服 有时候那胳膊什么压着 那肯定胳膊疼 那肯定有 就温身酸痛呗 有时候脖子疼 有时候脖子疼 有时候就是 腿道不疼 就是胳膊 就是脖子疼 原来缓半天 现在就缓一天 可能能缓了 看来和邵先生 有类似感觉的还不在少数 可见 这种不适感和年龄喝酒的 种类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 大家都有一个类似的共同点 那就是喝完酒之后 睡觉的姿势 大都是仰卧 酒精过量以后 那么酒精的本身 这个 包括它的代谢产物 对我们人体的神经 就会有一种 这个损伤的作用 因为这些代谢产物 包括酒精 对这个神经系统的影响 它不会很快地就消失掉 一般酒精过量以后 它的睡眠都是比较深的 比较沉的 那么它机体呢 对这个 体味的不适带来的反应 它就不能够做很好的调整 大多数人会因为 饮酒过量而表现出的 中枢神经系统 先兴奋后抑制的一种失常状态 在这种失常状态下 人的很多本能反应 都会丧失作用 比如 邵先生出现手臂酸麻的情况 很可能就是因为 长时间保持 把手臂压在身下的姿势 导致血液流通 出现问题造成的 除此之外 更为严重的是 如果在喝醉之后 采取不正确的姿势休息 很可能会出现 呼吸困难等症状 严重者 还会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甚至危及生命 如果要是说 这样的酒精过量的人 他恶心有吐了 而且发生在他昏睡的状况 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时候 机体的喉反射 它都会下降 那么很容易就引起呼吸 造成窒息甚至死亡 听起来真是有几分可怕 那么除了凭卧位之外 还有哪些休息的姿势 不宜在酒后出现呢 腹卧位是吧 脸呢就是趴在枕头上 那也会有可能 引起窒息死亡的 因为在酒精过量以后 它引起的这种昏睡 甚至有可能是 很沉的 很沉睡 近似于昏迷状态 那么它是很难 就是自我能够自救的 因为醉酒者 大多处于昏迷的状态 全身肌肉松弛贪软 变换体位的支撑力量 大为减弱 所以即使发掘姿势不对 想要改变也比较困难 而且深度醉酒者 由于体内循环受到抑制 心血管反射条件的内减弱 加持呕吐出汗等 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 所以如果是坐着休息 也会造成血管内血容量相对的不足 从而导致低血压凶和发生 酒精过量或者我们叫酒精中毒以后 它会引起我们颜髓中枢的抑制 那么也许引起颜髓中枢抑制以后 引起了呼吸抑制 引起了心血管的抑制 那么造成的这种危险事件 困扰邵先生的问题找到了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 普通人又应该在醉酒后 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不适感发生呢 作为我们就是家属或者是一起喝酒的人呢 一定要及时的就是判断这个 他的意识状态 那么看他能不能唤醒 那么及时呢要送医院 避免呢发生不必要的这个事件 感谢观看